新闻一开始 先来带您关心 今年6月以来 由中共政法系统操控的邪恶团伙 在多个景点已至香港市中心发起连串轻扰香港法轮功的恶行 引起港员不满 不少网友纷纷确责中共赤化香港 呼吁抵制中共恶行 针对中共侵扰法轮功升级 闹市中心也不满了污蔑法轮功的横幅 多个活跃的网民群组 包括揭露香港青年关爱协会恶行 朗斯等出现不少声讨中共的留言 网民曾指尽 11月11日在尖沙嘴目睹团伙恶行 于是录影下来上网 其实你看到共产党是一步一步是介入香港的政治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香港就真是一粒东方蜘蛛就可以收埋的了 就不会再发光 不会再发量 他还发现 其中一名女恶徒是大陆持双城镇来港的 我们就走过去 问他是否香港人 他之后就去了找一些军装的警察去求助 我们就一跟着他去 就看到他是拿着一个伤情证出来的 居住在铜锣湾的市民雄力 不满香港特首梁振英成为中共帮凶 重荣打压法轮功 决定在Facebook上成立香港市民法轮功问题关注组 并准备发起游行捍卫香港法轮功的自由表达权 我希望大家全香港的市民都要战 都要勇敢的战出来 坚决的抵制共产党对香港的渗透和破坏 污蔑法轮功的就是坏人 支持法轮功的同情法轮功的 保护法轮功的就是好人 法轮功学员风雨无阻的坚持讲真相 揭露中共的迫害 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 如何抵制中共侵扰 确保香港的一国两制 考验香港政府的良心 新唐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